这期略过吧 你们别看这期了 没有什么意思 哈喽大家 我是CM 阿森上播一行 敬欢迎你们回到CM的年周daily 之后会继续用这个名字吗 我也不知道 今天的视频可能就是一个chit chat with me 就是大家坐在这边随便的聊聊吧 因为今天也没有发生什么 就是太exciting的事情 今天是我连续更新的第十天 还是小有成就感的 给自己咕咕张 说到连续更新视频呢 其实我八号那天是没有及时发的 我们八号跟Paddy和菲比去 Platina的天台拍了个余景嘛 然后就为了当天晚上的直播 然后有素材可以分享 我当天晚上坐下来 开始导素材的时候 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 然后我的那个剪片子 用的硬盘满了 我想要把里面的素材都导出来 导那个硬盘要花两个小时 我就想说 那我就先去睡一下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再起来剪 大家一定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 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作业没有做完 然后就去睡觉了 就想说来早上起来写作业 根本不存在 你一定会睡过去 我当时就跟佳瑞哥说 我先去睡两个小时 然后你等一下叫我起来 我要就是剪今天的Vlog 早上我听到闹钟起来的时候 非常抓换 当时的情景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我 这个是佳瑞哥 你为什么不叫我起床 我跟你讲 就你两个小时叫我起床的 我叫了 你没醒吗 我没醒 你就不能叫大声一点吧 你要起来干什么呀 我要起来剪片子呀 然后我就很生气的走开了 然后佳瑞哥就说 It doesn't matter Nobody cares 然后我就很难过 我知道它不是那个意思 哎呀我的妈呀 我要把自己说哭了 以后都会一句吗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不想以这种样子 是要在你Vlog上面 没关系的 我没有化妆 我说你的Vlog 文案写的还行 就是那个念的不太行 感觉下去的要说何那话了 就是我的声音不太行呗 这笔个子都起来了 Oh my god 没想到 是个皮炎 也能上你的Vlog 那可不是 那你我现在每天更新的压力 多么的大 你知道吗 哈喽大家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远程的岳阳妹妹 不 Evy才是你的妹妹 我不是 对 Evy才是我真的妹妹 你是假的 嫉妒 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服装供货商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 这个是嘉瑞哥帮我拍的 他说 Doesn't matter Nobody care 就是我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因为我头一天晚上也睡得很晚 我连续的几天都是都是剪片剪到大概凌晨三四点 八九点到十点钟我就冲出去拍照了 所以我过去的几天一直都处于很忙很忙的状态 一直都没有怎么休息好 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你都没有办法休息好你才能 反正anyway 我当时是挺难过的 然后我就说就算别人都不care 但是我care啊 完蛋了 我可能最近是睡太少了 我整个人好emotion的啊 怎么办 那我来调整一下情绪 等一会儿啊 前两天去找Evy拿的 我来美国之后其实就很少用胶卷相机了 然后我说就算别人都不在乎 我在乎 就是不管是从我最开始做blog也好 还是我现在做dailyblog也好 我做这个东西的目的都不是说 要谁care dailyblog这个挑战 它之所以是挑战 你就是要push你自己啊 你就是要全力以赴的能够每天发一支视频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是会很辛苦 你就是会很累 然后可能就是会牺牲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最终这个结果我自己是在意的呀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喜欢 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 才去做的话 其实是很难见识下去的 因为你一旦没有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认可和回应 你很容易就会很沮丧 你很容易就会放弃了 我们那天做完饼干之后 晚上我就很开心 我就说好开心 今天可以记录下来 这个我第一次做饼干的过程呀 多年以后我看一下都是美好的回忆 像一个说 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拿来制造这些影片 和制造这些回忆 你都没有真正的injoy当下的那个感觉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injoy 做视频这件事情呢 可能在旁人看来是很服务正业 然后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 但是至少在今年一年来 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然后也很好地消解了我很多很多的焦虑 所以我真的蛮开心 我能一直做到现在的 就其实也没有人看 其实也没有了 还是有的 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那样子的铁粉 然后现在每天都在等着我更新 所以感谢你们的那种铁粉 虽然说做视频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什么的 但是当你受到很正向的反馈的时候 也还是很开心 比如我前两天做饼干的那个视频 下面就有一个小妹妹跟我留言说 喜欢感觉是热爱生活又充满阳光的小姐姐 就是这样子的留言就会给你带来动力吧 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做的这些东西 如果能给大家带来一丁点的正能量和一丁点的快乐 就有错白做 所以呢如果你有在看我的视频 有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对我的视频有任何的想法和建议 请留言和私信给我 你们的留言呢也会给我继续做视频 带来一些动力 我今天想要录这个视频之前 完全不是要这个style的 可能就是你录了 可能就是我要说什么 我不记得我要说什么了 好了anyway 今天的内容实在太零散了 我本来有组织好的想要说的 但是不知道从哪就下路了 这期略过吧 你们别看这一期了 没有什么意思 今天的略过略过略过 大家大家都洗洗睡吧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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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在今天的视频结尾呢 我们先增加一个环节 就是我每次都会随便翻一个 我会在这本书里面随便翻一个问题 是不是很滑 哦 这个还蛮高效的 If you were a chicken Why would you cross the road 如果你是一只鸡 是一只鸡 你为什么要过马路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是Sam 阿森沙默一行记 我们一天见 Bye 阿森沙默一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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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军